主播安安喉嚨還好嗎? YUEGIF3 其實阿暴奪冠那一天 喉嚨比較嚴重 阿曹我也奪冠了恭喜我吧 OK恭喜你奪冠 那最嚴重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阿暴奪第一冠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喉嚨最嚴重 因為我被傳染了 一直咳一直咳咳兩個月 那個時候最嚴重 第二次的時候只有少下 第三次的時候一天差不多就快好了 阿暴奪說能不能換現金 蛤?你們說評評理你們說能換現金嗎? 咖哩飯飯的抵用券能換現金嗎? 有這種事情 咖哩飯的抵用券肯定就是只能換咖哩飯吧 是不是沒有用過折價券 還想要換啥? 阿不然換奇異果 沒想可以接收換奇異果 新家裝潢已經入住了嗎? 不只入住了 連兩隻工商影片都已經拍完都上完了 其實這幾天 剛回來什麼時候 我們大概10號的凌晨2點 外賣怎麼吃呢? 我們今天來吃外賣 今天吃什麼外賣呢? 這個咖哩拌飯 咖哩拌飯 那我們來暫停一下 那我們打開了阿 我們來嚐一下什麼味道的阿 還沒吃呢? 阿我們嚐一下阿 嚐一下阿 酷果小姐這個斷點怎麼那麼臭 我繼續講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10號的凌晨2點才到家 我真的好累喔 天啊 這趟的韓國之旅 我們本來呢 計畫的是搞搞心心 要來去看阿抱比賽 在出國前 出國前的兩三天 突然說要去播報 這個事情從 原本要出國開開心心的去玩的這個過程 變成要出國工作 壓力瞬間大了起來 一點都不像要去玩 本來也只是想要去個6天5夜 結果突然升級了 播完了之後突然升級了 變成了10天9夜 我的天 然後那幾天 又瘋狂的下雨 天氣有夠差 中文播報有錢零嗎? 那當然 沒錢誰要播 問什麼鬼東西 但是這趟播下來 除了真的很累之外 剩下的就 蠻感動的 覺得是一個蠻有趣的體驗 還會想要再一次嗎? 不要三天後 可以考慮 不要敲三天後的 沒有人在敲三天後 飛出國播報的 從來沒有 以後希望也不要這麼臨時 四天後 你看他們之後怎麼樣 怎麼樣弄吧 而且那個主對賽的部分阿 還是播完 播完的當下呢 大概過了20分鐘吧 我們剛離開主播台喔 還沒有走下 比賽二樓的播報席 還沒走下樓梯 轉播單位 就走上來 把我們的樓梯口堵住了 說 那個費用的部分呢 可以跟之前一樣 你們可以留到禮拜 下禮拜六嗎 連團體賽一起給播了 路就堵住了 改機票 然後改那個飯店 然後草嫂還在 還在訂那個飯店 還續不到那個飯店 那個飯店的人還在搞 打電話說 沒有問題 有房間 你去櫃台呢 跟那個 櫃台人員 喔 check in一下 就可以延長飯店的 這個住宿天數了 走下去之後 他說 沒有房間了 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sorry OK 直接被搞 然後搞完之後 我們還去附近的 飯店又多住了 多住了四天三夜 加起來 一共就是十天九夜 官方沒有提供嗎 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跟韓國那邊請款 會很麻煩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 我們的飯店在出國前 已經先訂了 機票也是出國前先訂了 所以我們不想要透過 Nason那邊 協助去訂 所以變成說 我們這一遍都包在 全部的費用裡面 就假設我們統一 統一包了一個 全部的費用 然後這裡面的費用 就是包含了住宿 包含了交通費 包含了機票錢 我們就是開了一個 包含這些全部的東西的 價格呢 直接給Nason 這樣子比較方便 我們也不用再額外 去多勤款 他們也不用額外 再請一個中文的人 然後來找這些有的沒的 那個弄下來很麻煩啊 我也不知道 那個勤款的錢 要什麼時候才會下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 他們會把飯店訂在哪裡 總之就這樣 這趟的奇幻韓國播報之旅 真的是太突然了 但是我是覺得 蠻有意義的 因為畢竟 這次阿抱奪冠 也是替他感到開心啊 對不對 其實他銅上 上一次開太多人 沒看 那時候我還在 廢疫機上 7.1萬是 個人賽 喔那我跟他差不多啊 差兩個0而已 真的是替他感到開心啊 因為畢竟當初 感覺如果我跟他說 我真的不建議你去打 我覺得 不是很好 可能就沒有今天的阿抱 對不對 我就沒辦法親眼見證他這三關 不過不用隔離喔 不是 現在已經一人一室 繼續加隔離3加4了 我回來還要3加4 然後我隔離到13號 13號0加7 然後 我出國的時候 韓國那邊 到路徑的時候還要PCR 9月30號還要PCR 10月1號就不用了 你知道那PCR排多久嗎 那PCR排兩個小時 幾百個人 在那邊排隊 隔天就不用做的東西 我們排兩個小時 而且我們還是有預約的 你知道沒有預約的 要先等預約的都做完 他們才能進去裡面PCR 而且預約的那個下飛機的人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站在那邊沒有預約的那邊排隊 第一個人喔 他沒有預約的第一個人 臉有個臭了 他一直看到那個預約的人 一直變多 一直變多都不會減少 下飛機的人 就會一直插大隊 一直插大隊 誰叫他沒預約 真的殺他發瘋 結果隔天就不用做了 什麼事情都有我們的份 他的三冠你都有參與 好榮幸欸 真的耶 我都有參與耶 太榮幸了 主播在播急速台的時候 好像沒有那麼激動 不是 要是急速台的時候 打那個亞洲杯 是台灣人拿冠軍 我也會這麼激動啊 可是重點就是沒有啊 啊打完了 拿了冠軍 那也會上新聞啊 對不對 我也希望啊 但碩月蠻冷靜的 還行啦 他也沒有到很冷靜啊 我自己個人認為 看起來他也沒有到很冷靜 只是我不太冷靜 呵呵呵呵 我確實是沒有那麼冷靜 稍稍的沒有那麼冷靜 而且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啊 我有去聽了一下 我轉播的那個聲音 我沒有聽到 麥克風破掉的那個聲音 就是爆買 我沒有聽到爆買 但是我在播的時候 其實 我們自己會聽到自己的聲音 因為這樣我們才知道自己講了什麼 我自己聽到 我自己的聲音是爆到不行耶 我快把那個耳機給炸了 我想說 哇到時候再轉播出去 麥克風是不是爆開了啊 結果沒有還好 就只有我這邊炸掉了 喔喔好痛喔天啊 一邊喊然後一邊破耶 那個聲音超級 超級刺耳 麥克風的品質真的不錯 對不對 我也這樣覺得 給你們聽一下 大概 大概哪邊 哪邊有爆買好了 哇賽阿寶的頻道也是水爛耶 復盤上級 復盤下級 來看 三六零 對最後的三六零 是非常關鍵的 這邊衝入去爆哥 這三六零能過 就是第一名 來看看這個三六零 來 哈哈哈哈 欸怎麼怎麼 播音播成這樣 最後的三六零 對最後的三六零 是非常關鍵的 這邊衝入去爆哥 這三六零能過 就是第一名 來看看這個三六零 來看看 三六零 這 這一段都是 耳朵都是爆開的 的聲音 來看看 這個三零 都這個都是 這個我耳朵都 都是爆開的狀態 往前腰 往前腰爆麥 麥就爆都不行 還好還好都沒事 哇那個麥克風 轉播的那個聲音 確實有料欸 差不多了 這個聲音不能再重現一次 他再奪冠一次成人 才有這個機會 這種如果奪冠會這樣嗎 如果他亞洲盃 然後單挑 3比0夢幻開局 那一定是這樣子 冠亞軍賽 3比0夢幻開局 確實一定會這樣子 但是太夢幻了 夢裡的時候都有了 好 夢裡都有了 然後還有超級盃吧 下個月還有超級盃吧 大家也是記得好好關注一下 咳咳 不過喉嚨是不是還沒好 變成開台講話的模式之後 喉嚨就開始 有點癢